209 《星島日報》 查谷歌效應科網放榜級證 2015年7月20日《星島財經》 B16谷歌上週公布的季度業績強勁 投資者憧憬美股走勢改善 本週公布上季成績表的大批重磅科技公司 包括國際商業機器 IBM、微軟、蘋果、 雅虎和德州儀器等料繼續受惠 《華爾街分析師預測》 標普科技分類指數公司上季的平均盈利增長約為2.7% 當中,蘋果手款智能手錶的正式銷售數字備受關注 其能否代替銷售日漸放緩的iPad的位置 成為市場焦點 最招蘋果智能表銷售多隻重磅科技股排隊放榜 包括週一市後公布業績的IBM 以及週二收市後派成績表的蘋果和微軟 投資者密切留意這些科技龍頭公司最新的創新產品 以及他們投資的新平台與工具 是否具有推動長期增長的潛力 目前為止,將網絡視頻Netflix和搜尋引擎一歌谷歌 變成功以超乎預期的電戶增長和業績表現 帶動同業和股市做好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上週五攀上5210點的紀錄新高 其互聯網指數上週亦累升2.6% 金融股大摩壓軸放榜此外 雅虎、晶片商高通和德州儀器也會在本州公布業績 金融巨頭摩根士丹利亦將壓軸於本州公布業績 上週已發表業績的美銀和花期表現性預期 高成則受訴訟縱費拖累,錄得近四年最少的季度盈利 本州經濟數據則頗淡淨,美國將公布二手樓和新屋銷售指數 領先經濟指標和Market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初步數字 愛維則有紐西蘭香港意識,預期會減額0.25厘至3厘